香港法轮功学员星期天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游行活动 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同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生日快乐 除了有表演活动、游行队伍、沿途传播法轮大法好等真相 吸引了许多市民及游客观看 而许多到大陆的游客看到了这一幕 纷纷表示很震撼 数百名香港法轮功学员一早聚集在九龙长沙班游乐场 展开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在整齐享和的令宫中揭开序幕 接着由喜气洋洋的妖鼓队 和特地前来助兴的台湾天火乐团表演 五月十三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 学员们排除干扰 向师傅祝贺时喊得更加响亮 公祝西村生日快乐 公祝西村生日快乐 许多学员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后 身心受益无穷 无论老少都欢欣鼓舞 以对学练不足两年的母女 分享她们得法的喜悦 两个月我之前的那些腰疼那些病啊 失眠啊各种病都一扫而光 就不知不觉的就好了 就觉得我就不会太像以前让我调皮了 就是说学习成绩好了一点 庆祝集会结束后 游行队伍下午两点 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 突经九龙闹市 震霸的场面震撼许多大陆游客 怎么会那么多人 对啊 第一次看到我 因为大陆的话一般是不允许这样子的嘛 我今天在香港还是比较开放 很轰轰动的感觉 游行队伍约在下午五点 抵达终点天心码头 成功结束今次的庆祝活动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